P.U.B.G.Mobile 在游戏地图内新增满满的电玩元素 也有许多可以互动的电玩机台和小游戏彩蛋 与此同时 这个彩蛋也将揭露在你们眼前 沙漠地图中的玩家们正在互相厮杀着 当枪口下最后一个人倒下时 游戏才宣告结束 你也才真正的脱离罪犯的身份 绝地求生爱的沙漠地图 诉说着和绝地海岛不同的故事 这次不再是意外泄露电厂或辐射 这次是逼迫玩家以杀戮 幸存到最后的测验 一个脱离罪恶的测验 绝地求生爱是绝地求生的手机版本 地图对照电脑版 因此我们以绝地求生地图 来讲述这段故事 美国玩家Alphino 在沙漠前约一间牢房 发现墙上贴着几张旧报纸 从报纸中可以得到一些讯息 当地曾经有着不错的旅游业 但之后谋杀案 小孩失踪案造成民众恐慌而没落了 石油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 但已有投机行为存在经济泡沫 只有泡沫破裂 当地陷入经济危机 北部边境间接巨大围墙 原因可能是当地区告不下犯罪率 当地搞犯罪率 导致监狱人满为患 进而引发监狱暴乱 后续有大量囚犯 越以逃出 我们从而得知 山沫地图的原型 很有可能是参照墨西哥 游戏中 这张地图名为Miramar 其实Miramar 也是现实中的一个地名 一个位于美国加州 San Diego附近 另一个在墨西哥 东面Tampico城附近 然而 从我等等要说明 资讯中表明 它更有可能参照 墨西哥的Miramar 在沙漠地图 刚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有玩家 发现了新大陆 神秘的海上游天 现实中 Miramar霹零墨西哥湾 众所周知 墨西哥湾石油丰富 这和有人在游戏里 发现海上游天彩蛋相符 当查询Miramar地区 南面 Tampico城的资讯时 发现了一则报道 该地区曾经因为石油经济 发展飞速 看比威尼斯 和美国新奥尔良 但之后由于绑架 犯罪事件频频发生 犯罪创绝严重影响 当地石油产业改革 和经济发展 这和旧报纸上 给我们的资讯相符 此外 报道还称 Tampico是墨西哥绑架之都 另外 我们还能从游戏中 发现许多墨西哥当地的特色 跳伞前的监狱门外 这上面是一般亚语的联邦监狱 两侧 则是飘扬的墨西哥国旗 伊萨玛尔修道院 无论是凶狠的斗技场 还是热闹的赌场 都只有浓烈西部特色 而其中 诗城巨大修道院 来自现实中的伊萨玛尔修道院 伊萨玛尔是墨西哥的 尤卡坦半岛上的一座小城 它被称为最有地方色彩城市之一 所有建筑都黄色调 视觉冲击强烈 沙漠地图的许多房子 也都是以黄色为主 R45左轮 杠杆步枪WIN-94 和小型的双管猎枪 在当时都有典型的西部牛仔 所使用的武器 更间接证实了 沙漠地图 对墨西哥的Mirror Mar 旧报纸上还提到 该地区犯罪率极高 监狱人满为患 囚犯时常引发暴动 而我们的等候区 就是墨西哥监狱 不难想象 或许我们就是100名 被挑选出来的犯人 只有在Mirror Mar 活到最后 才能终结我们的罪恶 说到这边 原来 我们一直努力地助纣为虐 帮助反人 脱离自己应该待的地方 Get over 影片已经结束了 艾德每周都会分享 各种都市传说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不妨按下喜欢 并分享出去 不想做个任何影片 那订阅艾德 并开启小铃铛吧 我是艾德AD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